大家好,今天来跟大家讲解一下 如何查找药物计划 因为明天15号就开始那个公开期 Open Enrollment了,所以的话呢,如果大家想看2023年的计划 可以点击这里,然后我们今天来跟大家演示一下 如何查找药物计划,先点击这个 Find Plans Now,然后呢,进到这个页面呢 因为现在还是2022年,我们就先看2022年的一个资讯 邮编,大家可以放自己所在地区的那个邮编 然后我们今天用唐人街的一个邮政编码来做演示 然后Plan Type这个类型呢,我们要选第二个 DragPlan Party这里,然后Apply 然后Start 进来这边呢,你可以选择 就是如果你是低收入的话,那你就可以有那个补助 但是如果没有低收入的话 那就我们先按照没有那个补助的去看 然后点击Next下一步 然后No,然后下一步 然后这边呢,如果你知道自己在吃的是什么药呢 可以点击这个地方 然后输入你自己在吃的药物的名称 然后去看那些药物的一些资讯 但是如果你不知道自己在吃什么药的话 那我们就先看一下那些计划怎么样去查找 然后这里呢,计划要选这个DragPlanes 然后我们可以从那个星级的排名去看 先看最好的五星计划 然后五星计划我们可以看到 2022年是没有最好的五星计划的 然后我们现在改为看四星的计划 四星计划呢 今年22年有两个都是AARP AARP呢,是比较好的一个Brand 就是好的品牌 所以四星计划两个都是他们家的计划 然后再看三星的计划 三星计划大家可以看到有这个Silverscript 其实这个呢,就是CVS和Adler的一个公司 也是属于挺不错的 然后接下来就是Wellcare 然后Humana 然后ARP 然后也是Wellcare 然后也是Silverscript 就是大概就这几个计划了 然后我们二星就不看了 因为二星的话相对就没那么好了 然后如果大家感兴趣想看一下 2023年的计划呢 可以点击这里 Show me 2023的一个Planes计划 点击这边之后呢 我们同样的选这个DrugPlanes 然后用那个星级评价去看 首先先看五星的 相信2023年对,也是没有五星的计划 然后退一步看四星计划 四星计划都没有 所以其实二三年就是更差了 要比二二年 连四星的计划都一个都没有 然后我们看三星的计划 OK就有了 然后Silverscript就是刚刚说的 CVS还有Adler的公司的一些计划 然后WellCare,然后Segna,WellCare 这些都是挺不错了 同样的二星的话 可能大家都不会选择了 因为有三星的话 相信大家不会选择二星的计划 其实三星呢 比二星计划好 是在于药物所Cover的那个范围比较广 然后用的钱也是比较少 这就等于你的支出比较少 费用减少了 如果大家需要其他福利 比如说是交通接送啊 或者眼镜福利啊 OTC那些 欢迎大家联系我们 212-484-9888咨询 谢谢